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小笔鸽犬弱小的叫声却意义重大 它意味着我国在犬的体细胞克隆技术上又填补了一项空白 在全世界上应该是第二个国家克隆就狗了 因为以前只有韩国成功的克隆狗狗 因为克隆的技术难度还是很大的 其实克隆技术本身含义就是指无性繁殖技术 1997年2月22日 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威尔木特等人 宣布用体细胞克隆绵羊多粒获得成功 在世界上引起巨大震动 它是世界上第一例经体细胞核移植出生的动物 是克隆技术领域研究的巨大突破 从多例开始 很多哺乳动物都能被克隆 但是犬的体细胞克隆却迟迟未能攻克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赖良学教授被誉为是中国基因敲除克隆猪之父 对动物的克隆技术非常有研究 中国实际上我所知道的零零星星的 有一些研究单位去赏试个克隆狗 但是没有成功 赖良学教授不仅成功克隆了猪 而且在基因打靶技术方面 它也多次在世界上率先取得突破性成功 基因打靶技术的目的 是对人类一些遗传疾病治疗 有所突破 克隆猪当时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想对猪的基因进行改造 改造以后呢 猪器官移到人身上 就是用猪来把它改造 改造让它那个免疫炎性 跟人一样这样解决排斥反应 到目前为止 很多大型的哺乳动物都能成功克隆出来 但是唯独是犬类 直到2005年才由韩国科学家宣布 成功制备了克隆犬 此后再没有一个国家攻克这个难关 十几年的时间 没有一个国家的科学家成功克隆出拳 既然犬的体细胞克隆技术那么难 我们的科学家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件事呢 用的最多最广泛的是小鼠 但是小鼠它的解剖 生理贴点跟人差别比较大 所以说经常你用小鼠做的那些疾病模型上 然后用来试药 在小鼠身上有效 到人身上没有效 这尤其是在肿瘤方面 你种了很多药物新的药物你的小鼠身上 觉得有效 实际上这个可能95% 哪个人身上都没效 犬作为实验动物 在人类的医疗事业上 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行药临床之前 必须要用犬或者用猴子做实验 其实犬作为实验动物的历史很长 而且在实验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 比其他实验动物更合适 虽然狗更适合作为实验动物 可是为什么动物的体细胞克隆技术已经很成熟 而犬的体细胞克隆 却一直是克隆界的一个神话呢 狗的生质跟其他动物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它这个做起来就比较难 一个是它比如说它的卵子 排出来以后 一般动物包括人都是成熟的卵子 而狗的卵子不成熟 犬的卵皮胞没有办法进行体外生熟 就是所以说它这个数量就很少 犬发情后排出来的卵子不仅没有成熟 而且还有更大的局限性 因为克隆技术离不开胚胎 成熟的卵子又是胚胎发育的首要因素 而犬的特殊生理结构 导致卵子只有排到输卵管时才是成熟的 所以想要知道犬的卵子是否成熟 就得精确地掌握犬的发情时间 狗的这个发情周期很长 像一般动物两三天 它那个发情周期是十几天 因为犬的卵子成熟时间非常短 从观察犬的发情时间来判断犬的 卵母细胞是否成熟 这一点也并不容易 但是西诺谷实验室的技术人员通过实验 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技术经验 我们通过之前很多的一个实验 就是可以摸索到 就是当孕童达到一个值的时候 就是说犬开始进入排卵的时期 正常卵母细胞 它排卵以后到成熟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固定的 能准确判定卵子的成熟时间 不代表就一定能得到成熟的卵子 成熟的卵子短时间内不受精 就会很快老化 所以要想拿到成熟卵子 目前只能用人工方式 把卵子从输卵管中完整地冲出来 得到完整的成熟卵子 才是走上克隆的第一步 但是这一点却非常难 这两个还带细胞肠生的就没有 没有啊 对 跟老化有关系吗 没有卵就有可能是吗 有一个可能 但其他的卵子还比有多是吗 也还行吧 就差不多一层 不太像是说完全老化的 也就是这个 这个像是吧 对对对 其他的仨可以是吧 犬的体细胞克隆技术 到底有多难 又难在哪里 克隆犬首要条件是 要有成熟的卵母细胞 但是犬的特殊地方 就是它的生殖系统 跟其他动物不同 犬的卵子是在输卵管中成熟的 而且成熟时间很短 在四小时之内 如果有成熟的 如果不能受精 就会老化 要想得到成熟阶段 合适的卵子 还得精确地知道 犬的发情时间 和排卵时间 因为每只犬 它的个体差异会不易 就是个体差异会比较大 它运同的范围 也会有波动 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地 根据运同的一个峰值 来确定它卵成熟的时间 还是比较困难的 西诺谷实验室的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 摸索出一套判断犬卵子成熟的技术 但是即使能够准确地判断 也不代表就能得到完整而成熟的卵子 就几个卵 没有一个能用的 今天的实验就是失败了 第一有可能是 它这个我们发情鉴定 没有鉴定好 然后造成它这个老化 本身老化 它自己就会碎裂 时间长了 卵母继胞不受精 它就会破裂 也有可能就是说 它是个好卵 但是我们冲卵的时候 那个冲卵液 用注射器推的时候 这个压力可能有的时候没控制好 或者由于它那个结构 它因为狗的输卵管是弯曲的 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弯啊 它这个造成它这个液体不是很顺畅 但是瞬间通过了以后 比如说它这个瞬间的压力 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卵的剥裂 不能获得完整成熟的犬的卵子 就谈不上进行克隆的问题 西诺古实验室 是一群平均年龄 只有30岁左右的团队 他们坚信 犬是可以被克隆出来的 经过不断失败 总结经验教训 终于获得成熟的卵子 有了成熟的卵子 接下来就是最难的一关 需要把带有卵子遗传信息的 卵子核去掉 这是能否克隆成功的 关键一步 一定要把具有遗传信息的 卵子核去除干净 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 在胚胎期的时候 是非常脆弱的 哪怕自己身体 有哪些非常微小的影响 都会对它的发育 造成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抛弃了这种染色的方法 对它进行这种去核的鉴别 我们有自己的 就是说比较成熟的一套系统 能达到很高的去核效率 同时对它的刺激又很小 其实我们是一种盲西的方法 但是我们做了一些改进 就是说能够达到比较高的去核的效率 去核的时候是看不到细胞核的 但是我可以把它去掉 通过别的方法 可以去除干净 公体细胞的培养是相对简单的事情 当分离出具有全部遗传信息内容的单个体细胞后 就可以植入去掉了卵子核的成熟的犬的卵母细胞中 激活之后 就是一个受精的克隆胞胎 这个每一个圆球就是一个犬的体细胞 然后它包含有犬的所有的遗传信息 当卵母细胞被去核了以后 然后它就作为供体细胞 就会被注射到卵母细胞的透明带下面 然后经过融合 它作为支持发育的遗传信息 提供给犬的克隆胞胎 比如说克隆一个雌性的个体 我们就用雌性的细胞就可以 或者雄性的个体 或者这个个体有什么特殊的需求 像工作犬或者是宠物犬 它有自己很特殊的遗传信息 就是说它这个体细胞 因为包含了全部的遗传信息 所以说就是只要用这个体细胞作为供体 生出来的犬 就是说它的遗传信息 就跟原来的那个犬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克隆犬的难度不仅仅如此 在所有环节中 不管哪一个环节出了微小的问题 克隆都不会成功 但是在这个年轻团队的努力下 只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成功孕育出了第一只克隆犬 而且半个月后 又相继出生了两只同一公体的克隆犬 更令人意外的是 它们的公体犬 也不是一只普通的犬 历时15个月 做了200多次的实验 这三只小骨 我们克隆了同一只犬 就是它的脊细胞来自于同一只犬 我们叫它苹果 它是我们2016年12月29号出生的 另一项科研成果 经编辑动脉重要硬化疾病模型犬 的克隆后代 这只犬我们名叫苹果 克隆了它 下来又说克隆出三只小苹果 这是龙龙和苹果 九天和三十天的对比照片 如今龙龙刚刚一个多月 而苹果已经六个多月了 苹果是在自然受尽的胚胎上 进行了基因编辑 所以它也是带着使命降生的 随着不同时间 对苹果血液的监测 苹果已经表现出了异常 苹果在很小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这个 甘油三只和低密度物质蛋白的一个 基本上是比正常全的 大概三倍以上 甚至更多的一个指标的异常 对苹果进行基因编辑的原因 就是让苹果从遗传学角度 得动脉周样硬化的疾病 那么做出这种疾病模型犬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现在狗用来做试验动物 大家都来检测这个药物的安全性 对它的有效性 有时候是经常在其他动物身上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对一个药物有没有效 就看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效 而这个疾病呢 狗要在这个疾病你还去造病 让狗得人的病 但是呢 有些遗传性疾病 你这样就造不出来 所以说它的那个有效性的话 在这个狗身上来做试验的时候 就用的比较少 基因编就是技术结合以后了 它就可以用了做很多很多的人类的疾病模型 这样的话 人的药用在狗身上去试的时候 不仅可以检测它的安全性 这个药是不是对动物有害 然后证明它对人有害 同时我们也看它有没有效 如果在狗身上有效 能治疗狗的 带着这个人的病的话 那么将来我们用在这个民床上 就可以治疗人的疾病 如果克隆成功 理论上 隆隆身上会有和苹果同样的疾病 所以隆隆出生后 实验室立即就把它们的血液样本 送到了公安部南昌警犬基地 因为那是全国唯一一家 可以检测动物同一性的鉴定机关 然后是我们那个鉴定机构出来了 对 鉴定机构出来了 一共是三头船 三头船就发现这个一号样本跟二号样本 它的检查的DNA受处完全一致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对样品负责的情况下 我们就给你们下了一个结论 就是一号二号样本 分析完全一致 就是认定它们的相同率达在99.99% 马老师这个结果是否可以认定 苹果跟隆隆的这个金状DNA是完全一致的 从我们检查的结果表明 这两头船 这两个样本的DNA数据是一样的 是完全一致的 而当得知隆隆是克隆犬时 这一消息让公安部警犬基地的人大为振奋 公安机关对警犬的需求越来越大 像新疆它全这区的公安机关 所需要的警犬的数量就要几千头 所以我们远远不能 目前还不能满足所需 警用工作犬分为很多种 不同犬需要的功能也不同 众所周知 犬的嗅觉极其灵敏 所以很多工作犬在执行任务时 都需要用到它的嗅觉 在警犬基地 血迹搜索犬就是其中一种 当滴在地上的血被擦拭干净后 也就是警官所说的 人类肉眼看不见的血迹 血迹搜索犬是否能搜出呢 几分钟的时间 这名血迹搜索犬就找到血迹所在的位置 我们搜的血属于一种生物剪裁 你不要去破坏它 所以我们现在对犬来说也是一样 它吸到血以后 它也不能舔的 它也不能滚的 不能扒 就是采用被动的事情 吸到以后马上握或者坐 为了检测犬的嗅觉灵敏程度 我们加大了血迹搜索的难度 刚好室外正在下雨 把血滴在室外的草丛中 被大雨冲刷之后 犬还能嗅到并做出反应吗 那么犬的嗅觉到底能灵敏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期限 当把一滴血稀释到两千万亿位的时候 犬还有可能找到吗 这是一段挑战不可能的画面 五十万倍 极限一气都找不到了 二百万倍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只顾了 这个只是两百万倍 还不够稀 消防车 变形金刚啊 我的天哪 消防车有十吨水 十吨 十吨 天哪 两千万亿 我的天哪 挑战不可能 这不是挑战不可能 这就是个不可能 难度大 太大了 我不相信它会成功的 那么犬的嗅觉到底能灵敏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极限 当把一滴血稀释到两千万亿倍的时候 犬还有可能找到吗 这是一段挑战不可能的画面 五十万倍 极限一气都找不到了 二百万倍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止步了 这个只是两百万倍 还不够稀 消防车 变形金刚啊 我的天哪 消防车有十吨水 十吨 十吨 天哪 两千万亿 我的天哪 挑战不可能 这不是挑战不可能 这就是个不可能 难度大 太大了 我不相信它会成功的 走 收 高线 走 收 收 收 来 收 我看见李警官举起了手 您确认是八号车吗 应该确认 表现成功 太了不起了 草根 所表现出来的超级能力 让叶俊华非常兴奋 但也感到很遗憾 它这个嗅觉 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 那么这种是非常少的 像这种犬 我们希望能够越多越好 这样的话呢 能够让我们培育出 培养出更多的 我们一线工作需要的 基因缘权 如今 西诺谷实验室已经拥有 四只基因编辑权 四只不同大小 遗传信息完全相同的苹果 而叶俊华的梦想 是能把像草根这样优秀的权 复制出无数个 甚至是利用编辑克隆技术 创造出超级权 一 二 三 三 我们所谓的叫超级权吧 就是它具有高度发达的 神经浮动的功能 然后具有特别灵敏的 嗅觉 视觉 听觉 同时如果我们需要 要它的修猛性 它具有修猛性 需要它温讯 它又具有温讯的一面 另外它有非常良好的体质 它的奔跑速度能力健康 这样的话就要多方面的优良素质 和优良的遗传基因 但是这不是很容易的 我们也确实希望 通过我们的一个技术研发 去突破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技术空白 去我们跟全球的这个技术 我们要赶上甚至超越 通过基因编辑克隆技术 也许有让叶俊华梦想实现的可能 而且克隆技术对犬的伤害非常小 我们的实验对于犬 对于狗咕的这种创伤 远远小于一次普通的犬的绝育手术 目前西诺布实验室的研究 并没有到此止步 它们仍然在进行各种遗传疾病 模型犬的探索 它是浓缩的牛奶精华 如何能让它拥有超强的拉丝性能 又如何能让它经受住高温的考验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甘老知多少